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船东要赔偿 有赴这艘台湾的远洋鱼船上面的鱼工被强迫欠薪高达15个月 他们辛苦工作的薪资竟然这么长时间没有会回家 然后造成他们家人陷入生存的危机 甚至他们在过程中船东一直让他们去借款 所以他们不但没有拿到薪资甚至还负债累累 我原本相信我来这里工作是达成我们的期望 但我没想到我来到这里竟然是噩梦一场 长达15个月我们在游泳船上工作 但我们没有拿到薪资 为了来台湾工作呢 印尼中介呢也必须要求我们在印尼的时候 就要借款场到达1000美元 然后这些借款呢 他们说会从我们的薪资扣扣除 所以呢我们来到台湾工作之前呢 我们就已经开始负债了 我们一到达台湾了之后呢 我们的身份证件还有我们的那个工作的合约 就马上被没收 我们被骗了 他们跟我们说我们就是在海上工作只有6个月 但是我们其实是15个月 而且是没有领到任何的薪资的 工作合约是写着我们到靠岸的时候 就会支付我们薪资 但其实这些都没有 这些不明确的付款呢 让我们很困扰 因为我们当中呢 有好几位 因为没办法支付贷款 我们的房子就已经陷入了 被银行查封的危险 部分呢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支付 我们亲爱的家人的医疗费结果 过世了 我已经无法再信任这些人了 我的家人因为没有得到这个 我的薪资 所以就非常的痛苦 我们看到这个案子 听到这些与共的证言 我个人我感觉到非常的悲伤愤怒 而且羞耻 我觉得怎么我们到现在 21世纪到这个时候了 我们台湾的鱼船所雇用的外籍劳工 仍然会受到如此非人道的对待 鱼鼠虽然一再声称已经要求了 要雇主直接挤付薪资 可是其实他并没有严格执行 他一直开了一个门 让雇主可以委托仲介来挤付薪资 挤付薪资这么难吗 如果连挤付薪资正确的 以现金或者是费款方式提获到 移工指定的账户 都做不到的渔船 还有什么资格引进外型 渔工呢 约束根本不应该再帮这样的业者 来找理由了 这些薪资包括挤付的频率 都是仲介跟雇主先决定的 我自己就亲眼看过一个 非常非常长的一个频率 半年以上 这么长的一个一个时间之后 才能够拿到薪资 这全世界都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可是在中华民国 这还是合法的 所以我郑重要求 营业署要立刻废止 这个荒唐的薪资给付制度 要求每个月薪资 由雇主直接给付给劳工 政府在这个案件上的处理 顶多就是开罚 然后收到罚款以后缴纳国库 但是这些个案还有家庭 他们却要面临基欠薪资 而导致额外的困境的面对 所以我们在此 为这些个案诉求 资方应当付起 付起基欠劳工薪资的归还以后 也要依法给付 延迟利息 并对劳工因为基欠薪资所产生的 所产生的损害付起赔偿责任 不是只有说单单的协商后 那我把薪水还给你们 然后政府开罚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另外我们要强烈的建议政府 在协助被害人的时候 除了透过开罚取消牌照的方式外 应当学习欧美 这些国家在法律上建议起 以惩罚加害人主观上恶性为出发点的赔偿制度 叫做惩罚性赔偿金 协助被害人保障该有的权益 而非以被害人实际所受损害来定 非常数额 如此才可以考上被害人的权益 也可能去贺阻加害人的再犯行为 建立起以被害人利益为核心的协助观念 让台湾的人权能够更加贴近实际 也让加害人能够受到贺阻 避免再犯而易 想到他人原本该有的权益 以上 其实预付10号只是台湾 远洋渔业恶劳劳劳条件的冰山一角 它显示了整个政府整个管理机制 对于远洋渔工的管理以及保障 都有严重的缺失与问题 以上这些问题包括了政府品牌商或者就是买家 以及这些雇主都绝对有能力在预先防范 可是他们都因为太重视利益而完全忽视了渔工的权益 我们在此不仅呼吁台湾政府应该要正视这个问题 并且要完全地解决 我们也要求所有从这些渔船购买渔货的这些品牌公司 这些公益这些大公司也都要负起应付的责任 每个月远洋渔工要实际收到550美金 这个是国家建立的政策 这被写在2022年行政院公布的渔业与人权行动计划 那这个计划其实也处理到就是说鼓励业者 自己去跟政府申请补助来装设WiFi 我给大家一个数据 台湾的1100艘渔船里面 官方的统议就是有装WiFi跟给渔工使用的渔船 前几天的数据是81艘 1100艘里面的81艘 只有让渔工有通讯的权利 这个是不到10% 但是因为作业的需求 因为可能船长自己的需求 有一些业者他有装WiFi 但他没有跟政府申报 然后他甚至也没有让渔工使用 但是这样子的渔船大概3分之1 1100艘里面的3分之1 所以涵盖率不够 所以才导致15个月在海上 他们孤立无法联系 大家试想 假如渔工有WiFi 假如当他们的家人生病 然后需要医疗费 渔工有WiFi 联系Foresby 联系工会 联系我们在场的几个公民团体 我们立刻启动沟通 跟渔业署 跟劳动部 跟相关的部门 甚至可以直接跟业者沟通 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的诉求非常的简单 就是所有的渔工 他们的过去基确的薪资 必须规划 WiFi必须要立法强制规划 才有可能让未来这样子的案件更少 谢谢大家